好,玩具TV第十四季第十集 今次要介紹的又到一些鬼佬玩具 是的,這隻就是NECA出的Paneta第100號 其實這隻是怎樣的呢? 其實它也有一個古的,它叫AlphaPaneta 大家都看到了,它叫AlphaPaneta 其實它100號是為什麼呢? 其實它的造型也是參照它以前第一隻Paneta 其實那時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其實那時候曾經是有一個 其實它曾經是有一個,即是大家原先看到的Paneta AlphaPaneta是第二版本來的 原先第一個版本就是這樣的 就等於這個,上格混沌 去裝成的一隻好像螳螂那樣的一隻 就叫做Paneta 但是呢,那時候呢 就因為那個成本問題 還有那個叫做很難拍的 所以它後來才變成了現在大家熟悉的Paneta 現在呢,NECA呢 它就因為,因為這個100號嘛 它就隆重歧視,它就用回最原始的Paneta的概念 去做一隻新的Paneta出來 其實重點就是 剛才看到上格混沌是拍一下不拍的 是啊,因為上格混沌說,哇太麻煩了 我又要穿著這件這樣的東西 又要在墨西哥那裡拍,那就太麻煩了 那時候不肯拍,下巴卡就說不拍 所以才變成大家所看到的Paneta 但是呢,NECA的100號呢 它就是找回那個原型的概念 去做這個新的版本出來 其實這個頭盔是當年叫做原本的Paneta的造型 沒錯 並不是現在大家見慣的天月戰線 是的,但因為呢,其實它本來整隻怪獸 好像一隻怪獸那樣的 NECA也有一點改動 它除了致敬之餘,它也有一個改動 就是說,令到一隻Paneta 哇,原始的Paneta 如果用這個頭盔應該是怎樣的呢 它就變成現在呢,這一隻100號 大家都看到,其實是很漂亮很漂亮的 其實很仔細,對不對? 其實本身都可以說一說 大家看到這個Alpha Predator 它是用回原本的設定來的 但是其實每一個細節位 或者本身的甲 和大家平時玩的Paneta 是完全不同的 沒錯 它是用回一些很原始 真是原始 骨頭、瘦甲 去做了它的外形 還有你看到它正所謂的外規甲 都是用一些骨頭的造型來做的 好像比較生化一點 因為其實Paneta本來的原先 都是一個比較生化的設定 比較外星人、怪獸的設定 但是後來就說 好,不如加一些科技元素 例如一些肩炮 那些紅外線那些 但是它這隻呢 它就說回歸一個原點 那就是令到很多骨頭、靈角 或者所有的細節度 總之是比較原始的一個狩獵者 其實都是他們看到這個Paneta 它最過癮的地方 當然啦 剛才也說的是原點 沒錯 但是跟現在的Paneta去比 感覺到由未來 回到古代 是古代 沒錯 你本身的兜檔布 都是原始人的草甲式 而且它的頭髮 好像很原始 比較紮缺頭髮 就好像一個比較原始人的感覺 所以你看到它的武器 它全部都是骨造成 大家平時看開那個飛刀 哇! 你老闆 你真厲害 變成一個海星 變成一個海星 對 其實像你說的 如果你看到Paneta 2 其實它是一支伸縮的長矛 它現在是伸縮長矛 它就變成了一支伸縮骨的矛 蟹鉗狀 而且它的設計很絕 就是看到一些骨 一條骨 前轉 對 全部的攻擊位 不是蟹鉗 而是骨 這個真的要拿上手 對 所以我覺得它的造型 其實它這次都很有誠意 它是致敬最原始的概念 但是它再重新去設計 一些盔甲骨落 那種的細節 這個都可以說一說 大家看到它本身是可著脫色 本身是一條坑的 最主要是可以用來做退上和退下 在退下後為甚麼呢 就看回這支骨 因為它不能伸長縮短 所以就靠這支支架伸長縮短 先把握上去 搞定 拿著這支骨的感覺 當然不可動性是怎樣 我想是基本NECA那種可動 NECA如果大家有玩開它 Predator的系列 其實都不會覺得陌生 那些關節位 如何移重關節的路 我都不繼續說 沒錯 爆地 你不要想著真的爆地 當然 全身都是軟膠的 so far 多少錢 200元而已 神經病 大哥 真是神經病 你看看它 其實它的頭髮 其實它都有漸變色 是做了出來的 那就是 只是那個樣子 再加上它的甲 所有這樣的黑紋 其實它都是做了所有的滲線 所有的舊化 其實它都有做到出來 才收你200元 就是這麼大隻 這麼大隻 這麼大隻 做工那一刻才可怕 大人 這刻真的很可怕 其實NECA真的 真的 我都不懂得它 那條數是怎樣算出來的 是啦 大家可以看到 嘩 這個有型的姿勢 是啦 其實 嘩 你看看它 其實呢 你可以找到它 它是 就是 所有的角度 其實它的頭髮 再加上它 所有的 細節啊 成啊 其實它真的 做到捉了 其實我也覺得 因為它應該是100號 它是一個紀念號來的 所以它做得零射靚呢 這樣也磨口飛的 它是 好像怎麼說 是一個好像紀念的里程碑 那樣 但是100隻 但是100隻 Preditor 所以呢 這隻我覺得 如果你真是一個Preditor的粉絲 你絕對 是值得擁有的 是 性價比真的很高 當然 你本身 其實我自己也有 入開NECA的Preditor 這個真的 不用梳索 是 玩這些魚肉 基本上都 加上頭盔 其實它加上頭盔 整隻 哇 它是用什麼方法 正常 就是這樣 它也是輕輕的 罩著 嘩 你看看它 也沒有違和感 它本身也用了一些很原始的風貌 去突出整件事出來 是啊 我覺得NECA這次有心製說 它可以用一個最原始的概念 但是它套回到Preditor 它自己的設計 都不會說很噁心 不會說很 很有違和感 那一刻 其實是真是 對 你用得 即是第一把隻Preditor 用來做 做招來的話 NECA對這個設計 都真的會很有誠心 是 這是真的 還有它 它最大的賣點 除了本身的造工之外 即是有玩開的 一些那麼科幻的東西 突然之間去走一個原始的風格 是的 變成這招來比較可怕 不過 其實我也看回很多NECA裡面的留言 就說 如果你能夠出一個 上格混沌的頭給我 那就無敵了 那就完美了 你瘋了 不是 這些真的是Fans 真Fans 我們就期待一下 算吧 不過我覺得可能是200號的時候 可能真的會出現那隻 最原始的 上格混沌版的那隻怪獸 對 還要拆開 對 那我們再期待一下 好 今天就是先說完進歌 對 好 謝謝 這個真的是坊間 賣光了嗎 真的 真的要 真的要去看 好 待會見 待會見 好 我們途中